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报告了一段时间 我们要有这个分享见证会 但是因着疫情的缘故 我们一代的推迟 我觉得最好还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到 现中我们能够彼此相见的时候 我们更好地能够来做这个分享见证 虽然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手段可以做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美好的环境 让我们更加地彼此鼓励 在分享见证之前 我先给大家念三段的经文 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 因为以后我们教会将会有定期 都会有分享见证会 我希望借着今天这五位弟兄姐妹的见证 能够鼓励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能够来见证上帝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让我们也明白为什么我们像这样 我们需要有见证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时间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机会 第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那里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换句话说 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的门徒 上帝的儿女 这是圣灵 耶稣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也是我们承担使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到地级各个地方去做耶稣的见证 做祂的见证人 第二个呢 其实你会发觉为什么我们读圣经 不是为了你我 能够丰富我们的圣经知识 让我们好像显得一个很有知识的人 很重要的 读圣经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地明白 认识耶稣到底是谁 耶稣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到底是谁 我们和祂到底有什么的关系 从此我们有点什么样的责任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查考圣经 跟我们以前理解的很多都是不一样 不是为了你自己得知识 祂说 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觉得那个有永生 好像是一个魔术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 这个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所以告诉我们 我们通过圣经要干什么 要到耶稣的面前来 要到祂的里面能够得到生命 不是单纯我们积累很多的知识 我跟很多地方我都讲这个话 如果你已经信主五六年了 你还在不停地参加一个一个的查经班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的生活的方向 我们的生命一定有问题 而不是能够我们开始去为耶稣做见证 还是在一庭地不断地学习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的提醒 另外一个呢 是对我们听的人 听的人 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既然我们有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该卸下各样重担和井井禅类的罪 以坚人的心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 走这条蒙福的道路 我们说蒙福的道路 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窄路 说老实话 弟兄姐妹 还有寻求信仰的朋友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其实是一条艰难的路 而是需要我们一起 能够跟着耶稣 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走的 这是一条不进则退 逆水行舟的道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见证呢 你就发觉这样 当你有时候你自己没有经历到的时候 并不等于不真实 而是你可以通过你周围的见证人 知道上帝的工作 因为每个人的感知不一样 经历不同 让我们看见 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见证人 围绕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着信心 能够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 而且最终的 是让我们去仰望谁 不是仰望某个高人 不是仰望牧师 而是去仰望那个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其实我们讲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讲道 我们都是指向耶稣 指向我们的主 让我们能够学习 一起能够来依靠他 信靠他 所以我们会定期以后 都会有这样的分享见证会 让弟兄姐妹都有真实的经历 可以这里一起来分享 开始的时候 我先用一个小影子 分享见证可以是一句话 我就跟大家几个例子 对不起孙牧师 没针对你的同意 我就先讲 因为不涉及其他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在一起 做祷告会的时候 孙牧师开口祷告 他说 他以前经常要到各个地方去讲道 好像他要去很多的教会 隶属很多的教会 但是其实心里面没有家的感觉 但是这段的时期 刚才孙牧师祷告说 他在这个教会当中 他们今天开车来的时候 这段时间的生活 让他们感觉到 这里是他们的家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看见 谁会吸引你 孙牧师呢 一定是上帝在哪里 才会吸引你的 对不对 所以主在这里 吸引他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这就是一个我们属灵的家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关爱 我们一起来建造 我们一起来彼此关怀 让我们知道神真的在我们的中间 不是因为某个人 不是因为我这个牧师在这里 是因为耶稣在这里 只有耶稣在这里 我们才会有信心更好地走 我们才知道这是我们真正属灵的家园 所以你看就是一句话 见证让我心里面有很多激励 很多鼓励 下面我们就要邀请五位弟兄姐妹 来见证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第一个姐妹有点特殊 她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她只有通过这个视频来到我们的现场 她就是我们前次报告过的 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宣教工作当中 我们使命小组的第一个果子 叫Cathy姐妹 她在上个月刚刚在那边受的喜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邀请Cathy姐妹 为我们做这个见证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我是Cathy 我是上个月6月28日 我所在的使命小组 我是喜 从此我有老新生命的身份 我曾经也和很多基督徒一样 在是否收喜上犹豫 观望 我们可能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又或是还有罪 又或觉得自己圣经都没有读完 也没懂得特别多 又担心自己如果有了这样的身份 就会失去自由或者失去我们有一些自由意志之类的 于是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徘徊当中 重启信仰是今年4月开始的 我每周日都在网上参加美城进行会的主日崇拜 在第九周的时候 踏上信心的旅程 我感觉那天我的心是被触动到了 这是我盼望已久的 既然我的心都想飞翔 我就不要给它束缚 于是我就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相信祖是能够理解和体恤我们的软弱 我也祈求祖能够赐给我足够的信心 既然有了儿女的身份 那儿女的身份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就是我设计之后在思考的问题 笼统地讲 我是当然希望自己比以前更好 更长进 但是我想探寻的答案应该比这个更详尽 7月5日早上 我原本是按照计划听彼得前书 然后手机就顺播到了彼得后书 我一下子就听到了 信心 德性 知识 忍耐 节制 等等这样的一些词 我就立刻打开圣经 打开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反反复复地读 这是我第一次读彼得书 我如获是宝 我那一刻的欣喜若狂 丝毫不亚于我受喜时的激动 我在这儿还是想给大家读一下 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三节到第十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脱离世上从勤力来的败坏 就得了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因这缘分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性 有了德性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散不接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尽触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守蒙的恩赵和节选 坚定不移 以上是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三到十节 神的话语 当天晚上 我们使命小组团集的时候 有一位非常前进的兄弟 分享了他做儿女的样子 我当时也就迫不及待地 朗读了这一段 我分享了我的感悟和喜乐 完毕 牧师和坚定兄弟 更是喜出望外 因为他们是不约而同的 都准备这个话题 我们小组真的是 见证了我在这个邻里的 四天以后 就是7月9号早上 我的发小 他们夫妻二人都在教会工作 他在群里发了一页截图 并且写到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章 我一看 Wow again 彼得后书第一章 上周日就是7月11号 早上的主日崇拜 主题是新生命的祝福 The blessing of new life 我得到了主和美城进行会 各位兄弟姐妹的祝福 我对牧师讲到的新生命的三点 感同身受 这一切对我真的不是巧合 我深信 我是被圣灵触摸到了 他就在我身边 我的思考 我内心的渴求 上帝和我的兄弟姐妹们 陆续都给了我答案 这是一种 久汉逢丹雨 无怨一场的喜乐 这就是我要想分享的 我受洗前后的两点感受 愿主继续看护我们 使我们对所蒙的恩照和拣选 坚定不移 Amen 下面我们邀请第二位姐妹 我们Shirley姐妹 来为我们做分享见证 你们好 我叫Shirley 我是广东人 今天我要用普通话跟你们分享 请多多包涵 我女儿在13岁的时候 因为她患了白血病 所以离开我们 我们一家人很心痛 很伤心 有一位朋友 他邀请我去查经 我就跟他去了 这个时候 是我开始认识主耶稣的 在那时候呢 我的身体不好 所以我要去见捐科医生 他对我说 你要做一个大手术 但是做手术之前呢 你要去医院抽血 然后呢留备用 因为做手术的时候 可能要输血的 他说你去 你去这个 Nox Private医院 我一听见 Nox Private医院 是我的女儿临死 前一天去宴学的医院 所以我心里很乱 就是当时的情景 我通通想起来 所以呢 但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去 所以在去前一天晚上呢 我就睡不着 我都哭 因为呢 心里在害怕 我还记得 小组的组长 他提醒我 如果你有什么 不高兴啊 有不开心 不安心的时候呢 你应该跟耶稣讲 我这时候呢 就祷告 跟耶稣讲 然后呢 又平静下来 心平静下来 就可以睡了 到第二天 一早 我的丈夫William 他开车 前我到这个医院去抽血 但是呢 一早起来 就开车去了 正当我们在红绿灯 停下来的时候 收音机 播出一首歌 但是声音是很 很清新的 所以我要把它 叫大一声 我今天呢 就唱给你们听 这首歌 但是呢 如果你 你懂得这首歌呢 你可以跟我一同唱 请注意歌词 And all that I am Just show me the stairway That I have to climb Lord for my sake Teach me to tick One day at a time One day at a time Sweet Jesus That's all I'm asking from you Just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do everyday What I have to do Yesterday's gone Sweet Jesus And tomorrow may never be mine Lord help me today Show me the way One day at a time Lord help me today Show me the way One day at a time And tomorrow may never be mine 當我聽完這首歌的時候呢 我就默默地流淚 因為 耶穌這樣跟我講話 就要當時最關鍵的時候 就停在紅綠燈前面 所以可以聽見這個歌曲 所以呢 我心裡想 耶穌啊 你跟我說 昨天已經過去了 明天又不知道是怎麼樣的 我就帶你走 這一天這條路 所以我聽見之後呢 我的心就跟想 我一定要跟耶穌 我一定要跟祂走 每一天 祂帶領我的路 很快的 我們就來到這個醫院前面 但是呢 我不再害怕了 我殺缺 就充滿信心 跟希望 耶穌在我的前面 我就走進去了 我更感謝神 我 我要為祂榮耀 我要 我要 感謝祂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Sherry姐妹的見證 我們可以看見Sherry在彈吉他 她是一個專業的古典吉他的老師 今天我相信她用她的琴和歌聲 為耶穌做了美好的見證 好 那麼下面我們邀請嘉明姐妹 兄弟姐妹平安 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和大家分享見證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嘉明 我的先生是共鸣 我們有兩個兒子 老大六歲老二三歲 我們呢是從今年四月 從北華進行會轉到美城進行會的 我今天想分享的是 神在我和共鸣的婚姻生活當中 如何帶領我們 也讓我更加的認識我自己 更多的能來體會和領受神的恩典和祝福 我和共鸣呢是在教會裡認識的 我們呢是在祷告的時候 我們相信神帶領我們進入婚姻而結婚的 但是等我們結婚以後 我們才發現我們成長環境的差異 我們性格的不同 給我們婚姻生活帶來的矛盾 比我們想像的都更多 當然了我們倆也是有共同點的 首先呢我們都是數炮竹的 就是那種導火線特別短的那種 一點就炸 然後爆破力和殺傷力都非常的強 第二呢就我們都是辯論性選手 就不爭出輸贏 絕不下戰場 然後大家呢也是有後悔的時候 也會反省的 我們通常都會後悔反省一下 自己上一場爭吵哪沒發揮好 怎麼能在下一場的時候 扳回局面殺對方個片甲不留 我們在教會裡呢也接受過牧師的一些輔導 我們也在生活中經歷過神對我們的一些帶領 我們也看到對方一些改變 我們也以為我們的婚姻呢 就能漸漸地進入迦南美帝 從此高枕無憂 但是新冠疫情的這個爆發呀 墨爾本多次的封城 我和共鳴就有很多的時間 是24小時都在同一個屋簷下 那我們的生活很快就回歸到了刀槍劍影 然後有一天我就在禱告的時候求問神 你說你看我們也是因為共同信仰才走到一起的 我們怎麼就把日子過到了這麼一個慘淡的地步 然後我在尋求神旨意的時候 我就學到了三點很重要的功課 第一就是接納和尊重對方 我有一天禱告的時候 我心裡忽然想起了一句話 就是我很多年前在教會裡面聽到過的 他說神在設立婚姻的時候 他要這個妻子幫助他的丈夫 而沒有叫他去改變他的丈夫 就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一直都認為這個幫助他和改變他就是一回事 你只不過用了兩個不同的詞去表達 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成功地幫助到他呀 那就是看見他的改變 但是那天我忽然就有了一個不同的領悟 首先當你要改變他的時候 你所有要改變他的地方 都是你看不慣受不了你無法接納的 而不是他提出有需要 你能不能幫幫我的 所以其實改變他是為了你 而幫助他是為了他 其次就當你要幫助他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選擇 就是你需要我的幫助嗎 他可以回答你說不用 那你也是可以接受這個結果的 但是當你要改變他的時候 你是不允許他拒絕 你不給他選擇的 就是你改也得改 你不改也得改 那你遲疑的要改 那他遲疑的不改 那你們只能是陷入這種爭辯當中 所以呢 當你要幫助他的時候 你是在尊重接納他的基礎上 你提供一個選擇 但是當你要改變他的時候 你是不能接納他 而產生的強制性的一個要求 就當我想明白這個區別的時候 我當時忽然有一種 醍醐灌頂的感覺 我相信那個是神給我的帶領 就第二 你要分辨什麼是你想要的 什麼是你需要的 當你的關注點在你想要的時候 你往往得到的就是不滿和抱怨 但是你的關注點在你需要的 並且你關注到你對上帝的需要 你就能經歷神給你的帶領 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個故事 記載在约翰福音 在耶路撒冷有這麼一個池子 據說呀 由天使去攪動這池子裡的水 那水洞的時候 不管是什麼病人 他進到水中 他就能得痊愈 就有這麼一個人 他已經病了38年了 他也來到這兒 他想得医治 這個時候耶穌就來了 問他說你要得痊愈嗎 他的回答是 先生啊 這個水洞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放下去 等我想下去的時候 又有人比我搶在前面了 我當時就在想 你看這個人他都病了38年了 他在這兒 他肯定是想要得痊愈的呀 為什麼 當耶穌問他你要痊愈嗎 他的回答卻是一個不滿 一個抱怨 就這個人真正的需要 是要得到痊愈 可是他想要的是別人 把他放到水裡面去 就當他的關注點 從他的真正的需要 轉移到了他想要的 他產生的就是這個 不滿和抱怨 因為我們想要的 往往包含了對別人的期待 但是別人的反應 是我們不能控制的 可是當我們關注到 我們想 我們真正的那個需要 並且關注到 我們上帝的需要 我們對上帝的這個需要 我們就能得到 上帝要給我們的 而上帝的應許 是永遠都不會落空的 這個時候我就注意到 其實我和郭明的爭吵 我們通常也是這樣的 我往往都是在發洩不滿 我在抱怨他沒有達到我的期待 但是我很少關注到 我真正的需要 然後我就在思考尋求 那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這就來到了 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三點 認識自己 接納自己 領受自由 我就發現 我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 一些偶然的機會 給我開始認識 我原來是一個高敏感的人群 就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經常有郭明進到我房間的時候 他會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你在緊張什麼 我都覺得他問的莫名其妙 我有什麼可緊張的呢 事實上是 我們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 就是一段時間 或者是我們在同一個空間 一段時間 我就會莫名的焦慮 不安 煩躁 然後我很容易跟他爭吵 我以前從來不知道 這是我一個高敏感神經元 對環境的一個本能自然的反應 當我認識我原來是這樣一個人 並且我去接納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的時候 我發現我開始容易去理解別人 就當我能理解別人的時候 就是接納和尊重 就變得一件比較自然和容易的事情 就我和郭明的爭吵 我們現在並沒有說一個大幅度的減少 但是我發現 在我們爭吵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就可以停下來 就是我沒有情緒激動 我沒有生氣憤怒 所以我可以停下來 就雖然這個得勝的經歷 並不是經常都有 但是它讓我看到一個新的盼望 就是說神能通過我們對自己 對別人的這個接納 來改變我們的生命 從而改變我們的一些反應 改變我們的一些行為 從改變我們的關係 讓我們能進入到這個神 所帶來的合意當中 我是2003年受洗的 但是我是在最近這幾個月 才開始有一點體會到 什麼叫在基督裡的自由 就是當我們能放下我們自己想要的 去關注我們對上帝的需要 得到神要給我們的 我們就開始經歷在神裡面的自由和奉生 感謝主 我願神祝福我們每一個 使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都能遇見這一位對我們說話的神 感謝主就是讓我們在很真實的生活當中 我們加一些反思的時候 你發現對上帝是真實的 可以領我們到另外一個特別的境地當中 那我們下面邀請另外一位姊妹 麗君姊妹 牧師師母 長輩們 弟兄姊妹們平安 非常激動 也非常想和大家為神做見證 我是今年一月份來到美城進行會 感謝主神的帶領 沒想到來到這個教會 李牧師他給我們有了一個重啟信仰 讓我重新認識自己 更加的更好的認識我們的主耶穌 在這個過程中呢 感謝主我又在一個使命小組做服事 感謝主的信任和使用 也感謝牧師 也感謝弟兄姊妹對我的幫助 雖然說是在小組中做一個負責的 更準確地說 更準確地說是在小組中得到更多的幫助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三點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在這六個月小組中 前後的變化 第一點呢就是溫柔謙卑 我的性格 我的性格啊 就和剛才那位子們說的 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也很敏感 認真呢 對神的話認真 對工作認真 但是呢 對他人呢 對他人呢 有溫柔 但是我呢 在認真的同時呢 就帶有嚴肅 使很多的在我身邊的人呢 感覺我給他們的感受很緊張 有的時候善意地提出一些建議 但是得到的 像孫牧師說 不是很好的結果 自己有時也很後悔 因為在建議當中缺少了溫柔 同時還帶有驕傲 那在小組中呢 我就求神幫助我 讓我的敏感 能夠是 不是對自己的某些事情敏感 而是對神的話語要敏感 對弟兄姊妹的需要要敏感 不要對自己的感受太敏感 感謝主一直帶領我 聖靈在我生命當中 不斷地幫助我 那我在這方面呢 我就說我的先生 他是一個很柔和的人 很多時候呢 他說你先靜下來 然後再看事態的發展 不要馬上就說 我說我怕對方受損失 他說不見得 那現在呢 通過一段小組 我們一起地學習 星期天的正道 我們認真地學 神透過牧師的口給我們的話 還有平時我們小組的分享 讓我感受到 我的生命 在我先生對我的態度上 還有在很多弟兄姊妹的反應上 有了很大的改變 讓我呢 緊張度變成自由度 讓我的這種嚴肅 有了一些溫和的改變 讓很多時候 在說自己的時候 將榮耀歸給神 沒有神 我又能做什麼 我又是什麼 第二點呢 和大家分享 就是 甘心樂意 在奉獻方面 在付出方面 很多時候 我們要是為自己做 就感覺 有時做多 就委屈 有時感覺 不公平 但是呢 當我們為上帝而做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 主為我們所做的 有多少事我們應該讓主做 我們配得主為我們做呢 我們心裡不舒服 我們又能為別人做了什麼 主為我們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我們付出一點點 就心不甘情不願 一肚子牢騷 怎麼配得上帝 用他兒子的生命 來換我們的生命呢 所以 當做事的時候 就 像李牧師說 主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主耶穌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主說什麼 你就說什麼 雖然這方面我做的 還是很需要神的帶領 但是 也有進步 做很多事情 心裡 充滿著那種 甘甜 感謝主 第三點呢 和大家分享 在服飾當中 要有一顆寬廣的心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心裡 可能不舒服 受了委屈 別人的誤解 別人不理解 但是 我們的心 如果 像主耶穌一樣 別人 在這個 唾沫 鞭打他 审問他 他不說什麼 那我們受一點點的 委屈 別人的誤解 我們就要為自己爭辯 真的是沒必要 我聽一個長老 他的一句話 也對我很大的幫助 很多時候 他被別人誤解的時候 在教會的服飾中 他付上了很大的代價 為主 那麼愛弟兄姊妹 但是 當他被誤解 別人問他 你為什麼不解釋呢 他說 別人誤解我 我不解釋 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如果我解釋 別人就知道是那一位的責任 他担不起 所以呢 我就想 無論是在小組中服侍 就是 在很多事情方面 還有在家庭方面 我都要 多一些委屈 再 為別人 受一些委屈 讓自己有一顆寬廣的心 那我們的使命小組 我們是仁愛小組 弟兄姊妹對我的幫助特別大 給我很多很多鼓勵 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也很受啟發 因為我們生命要成長 我們要認識我們的主 我們要活出基督 不是我們做多好 是我們要活得像一個基督門徒的樣子 所以我們每天呢 在疫情當中呢 我們都有很親密的關係 就是被神的話語 使靈良每天吃 靈命每天長 同時我們還有靈修 每天的靈修 大家都可以安靜下來 和神建立那美好的關係 現在呢 我們大家還可以三次的聚會 學習一次的小組活動 大家能夠在一起更好的分享 我們在學習 在服侍 在生命生活 生活當中 所有的一些感受 來彼此 讓神的話 讓神在我生命當中的改變 來影響身邊的人 讓生命影響生命 我們大家都知道 神的話 就是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讀 每天都要背 每天都要學習 我們的生命才可以成長 最後我就想和大家說 願我們彼此相愛 讓更多的人看出我們是主的門徒 感謝主 謝謝大家 Amen 謝謝姐妹 我們也特別聽到 他們小組在這個疫情當中 他們開展 送愛心的活動 就是每一家 我們為另外一家做餐 以這種非常有創意的方式 來傳遞愛 我們也為著我們仁愛小組 向主献上我們的感謝 下面我們請最後一位弟兄姊妹 最後一位弟兄 祭叔弟兄 和我們做見證 好 好 滴雲姐妹好 看完剛才幾位姐妹的分享 讓我很有壓力啊 就是很佩服你們的記憶力真好 都不用看稿 我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這樣的話 可能就是一呢 是控制不好時間 第二呢 一緊張會斷片 斷片的話就不知道說到哪去了 所以請大家見諒 我還是帶著我的這個眼角稿上來 好 先做一個自我介紹 我姓賈 叫賈基叔 然後我太太是陸萍 然後我們一月份來到美城教會 然後現在我們在海青 是我們的組長所帶的使命小組當中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題呢 是我對於福音使命理解上的一個轉變 那先說說過去的理解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一種感受啊 就一提到傳福音呢 總覺得這是牧師和傳道人的專利 我既沒有這樣的恩賜 我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渴望 如果你一定要讓我這樣去做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這樣兩個方面 對不起 是兩個 不是一個 第一呢是去給人講講這個四個属灵原則 這個可能如果從大陸過來 弟兄姐妹會比較熟悉啊 第二點呢就是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去短宣或者繼續宣教 可能這就是我們的這個傳福音了 那現在的理解呢就是有一些不一樣 那首先一點呢就是在幾年以前呢 曾經我曾經參加過一個 信心會的培訓是雪松牧師組織的 我們去參加那個培訓 這次培訓當中呢 有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是這樣說的說 Mission in the hand of ordinary people 就是使命在普通人的手中 這句話其實進到我耳朵裡 可能就是幾秒鐘的時間 但是從耳朵裡再進到心裡面 去用了好幾年的時間 那我現在的理解呢就是 像孫牧師以前提到過 我是不是說話有點快 還是聲音有點小 孫牧師以前特別提到一點 就是特別注重關係 那我是非常認可的 我覺得現在對於這個福音使命的理解上呢 非常核心一點就是注重關係 那我們是帶著耶穌基督的心 去看到別人生命中的需要 然後我們去把耶穌基督的愛和祝福 去帶給別人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不需要帶著特別的動機去 拉著別人去做絕肢禱告 然後我作為主的門徒 就是把我所力所能及的愛 去帶給他們就好了 然後剩下的呢就交給上帝 對於我來說我只要Enjoy 就是我享受和你的關係 並且能與你同行就好 我發現其實當你如果抱著這樣的心態 去和別人相處的時候 你反而很自由 而且也很自然 然後對方也會很舒服 當然在這裡我想特別強調一下 這個使命呢 不是只針對於沒有信主的朋友 對於已經信主的弟兄姐妹呢 我們有同樣的使命去陪伴和關愛他們 我想舉幾個例子 對實驗原因我只能分享一個例子 就是分享一個最近的例子吧 最近認識了一位姐妹 這位姐妹還沒有信主 這個是在墨爾本封城5.0以前 我帶孩子們去一個playground去玩 這個公園已經很久沒去了 然後那天我去這玩的時候 碰見這個姐妹帶著她的孩子也在那玩 而這個姐妹還跟我打招呼 說以前見過我一次 這這麼一說我好像是有點印象 但是畢竟好久沒去了 而且以前只碰過一次面 所以我沒認出來對方 但是我記得這個姐妹提到一點就是 她剛來移民來澳洲不久 然後呢就孩子們很快就在一起玩了嘛 那我就和這個姐妹聊聊天呗 問問她孩子在這邊上學的情況都安頓好了嗎 適應得怎麼樣啊 聊了一會兒的時候呢 我就問她 我說姐妹你自己現在情況怎麼樣 然後呢就開始聊 隨著聊天的深入呢 這個姐妹就逐漸地開始敞開 向我敞開她的內心 也跟我分享了她所面對的一些挑戰 當然出於對對方隱私的尊重呢 我這裡不去展開說具體的細節啊 但是呢我看到姐妹所需要的這些方面呢 可能恰恰是我們教會能夠提供給她的 然後我就很直接也很真誠地邀請對方 不如你來我們教會看一看 同時呢我也坦誠地告訴姐妹 不要擔心我要拉你加入我們教會 因為你願不願意信主 最終是你個人的選擇 別人無權干涉 所以你就大可以放下這樣的一個顧慮 然後這樣一種包袱 就來去感受教會的關愛就好 那最後呢就是想說一下 有一天呢我太太就是晚上的時候她對我說 你太善於抓住了 這個好像缺少一個名詞 但是我是理解她的意思的 就是太善於抓住機會了 其實她說完這句話呢 我心裡面是有一些共鳴的我也認可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以前那時候我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信主的時間和嘉明姐妹應該是03年 所以信主快20年了 但是一直到最近兩三年才產生了這樣一些改變 或者說用 剛才麗君姐妹提到這個詞 叫重啟了我的信仰 那我想說呢就是促成這些改變最大的兩點影響因素 第一呢就是寂寞的操練 寂寞的操練讓我受益匪淺 這個雪松牧師以前在講到的時候有做過一次專門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回去再找來看一下 然後第二點呢就是這一兩年在雪松牧師的團隊當中 與牧師去同工並且去分享我的生命 那牧師的這種陪伴呢對我的成長和改變也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然後我現在想起來呢其實牧師所做的呢 就像是我在十多年前在一次小組培訓的時候聽到的一句話 說門訓不是學一門課程或者學哪些知識 而是與人同行用生命影響生命用生命去改變生命 這兩三年下來呢我自己經歷到這種生命內在的更新 然後再看到這個剛才提到的那句話 Mission in the hand of ordinary people 使命在普通人手中 再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想 雖然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但是或許我也開始 我也可以開始去實踐主的使命 於是就有了上面分享的故事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故事想分享 但是時間問題就不能展開了 然後那最後的話呢 我也想把這樣一個小小的挑戰留給大家 或許你也開始可以這樣去嘗試呢 好 謝謝大家 好 感謝主 謝謝我們記述的分享 讓我們更加看到其實 通過我的講道 我們一起的分享交流 希望大家我們一起能夠領受 成為一個我們教會的意向 我們不是專門裝備一些好像特別有恩资的人 去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而是裝備每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我們一起去承擔耶穌的使命 我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大家跟我接觸深了 你知道我跟大家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不過說特別的恩典 上帝讓我在一個特別的位置上 負責一個特別的事情而已 在其他的方面我們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的教會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其實我們都可以發揮我們的恩资和能力 因為我相信上帝赐給我們每一個人有這樣的恩赐 因為這就是生命的聯合的問題 所以不是好像一些特別的人 才能夠做這樣特別的事情 好 那我們一起來為著 這五位弟兄姐妹的禱告我們 來向主獻上我們的感謝 好 親愛的天父們 何等地感謝你 謝謝你如此地顧念我們 謝謝你捲選我們 主啊 你讓眾多的見證人 像雲彩一般圍繞著我們 主啊 你讓我們更加明白你的真實 你的帶領 也讓我們看見如何能夠更好 能夠來跟隨你 其實你的恩典一直都在這裡 主啊 你敞開你的雙地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投入你的懷抱 從你那邊能夠知取 能夠真正生命的源泉 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方向 希望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 藉著我們今天所聽到的見證和分享 能夠更加地被激勵去親近這位主 去以他真心地做朋友 去能夠真實地把他當作我們的主宰 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能夠來跟隨他 更讓我們看到我們需要彼此 我們不是單打獨鬥 我們需要在一個群體當中生活 我們需要彼此一起 彼此的鼓勵 彼此的幫扶 能夠一同來走這一條的道路 可是祈求你讓我們更加看見 你把我們放在這裡 不單單是為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好處緣故 你為著整個世界 全人類的好處 你為著一個使命 你把我們照聚在一起 讓我們的弟兄姐妹 我們更加有這樣的使命感來跟從你 因為在我們承擔使命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能夠更深地 能夠經歷到 認識到你的恩典和祝福 讓我們真的能夠成為 被你建造成為 耶穌基督健康的身體 能夠為你在這個世界上 做真實的光和言 願你祝福每一位 也祝福繼續祝福這五位 做見證的弟兄姐妹 你繼續引領他們 不然是在這個講台上 更是回到他們的生活當中 繼續為你做美好的見證 能夠引領更多的人 能夠來歸向你 我們謝謝你這樣的恩典 願你自己繼續帶領我們 與我們同行 我們這樣的禱告祈求 奉耶穌的名 Amen Amen